结果第二天呢 那面馆老板呢 就推出一个孙红雷加孙一星32元的套餐 就是孙红雷在这吃这个了 孙红雷后来看之后在微博上发了一条 说我们俩就吃17块钱 也没吃32就地涨价 其实这啥 饭馆老板占人孙红雷便宜 说白了等于要孙红雷给他代言一把 就这种事其实地道的一种占便宜 就我说无论我们的影星还是这个电影剧组 跑那去蹭红毯去 就是一种占便宜 借人家旺 那有的人说要照理说 借饭那嘎纳不如奥斯卡呀 那为什么去法国不去美国呢 那去美国效果会更好 这个和奥斯卡奖的高门槛有直接关系 因为奥斯卡奖每年他邀请你来的 必须得是送沈的片子 就参加比赛的片子 那参加比赛片子中国能送的什么 是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最佳外语片呢一个国家只能送一部 由于中国这个国情特殊 他可以这个台湾送一部 香港送一部 大陆送一部 可以送三部 但是就这三部 在这个之外 如果你没有作品送来 那对不起 不让你进来 就每天你只能 中国华人的片子就这三部 所以呢 你去了一日不让你进 你占不了这便宜 之所以能到嘎纳去占这片 是嘎纳电影街的门槛很低 就是你 你就自由把片子送来 你包括前面我们说像 徐龙爵啊 像盗布笔记啊 他只需要把片子送来就行 把拷贝送来就行了 然后你就可以到这来 有人说那嘎纳电影街 这门槛也太低了 不 他门槛是宽 你可以随便进 但是你想获奖可难了 嘎纳电影街呢 经常送过来的片子 一千多部 像最高是一千八百多部 但这一千八百多部 进入主竞赛单元的 就是四十部片子 这四十部片子里 有可能获奖呢 还得筛出二十部来 就这二十部片子 有可能获奖 前面我们说的 中国这些年送去的片子 进入主竞赛单元 几乎就没有 就所以你看到门槛宽 但是门槛很高 可是由于他门槛很宽 什么人都可以送过来 你就可以来 他不像奥斯卡那边 你不送片子 你就不能来 所以有很多电影剧组 看着这便宜了 说白了跑着来占人便宜了 这个就像什么 早些年我们说 在维也纳金色礼堂 金色大厅开运营会 多高荣耀啊 这些年我们才知道 交租金你就能去 开运营会去 咱国内很多歌星 有什么演奏团队 跑那开一场去 我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奏 我在那开个人演唱会 其实根本就 没有人来看来 变成什么呢 我们假如说有两个团 到那去开演唱会去 好 那今天这个团演唱 底下观众就那个团 明天那团演唱 底下观众就这个团 自己人给自己人唱堂会 所以我们说这几年 我们有一些影星有的剧组